只要我们肯放下 我们就恢复了 所以这是科学 科学试验呢 你试试看 你放下放下看看 你也放下 这个能力真的恢复了 这不就证明是真的 不是假的吗 现代的科学家 我们也很佩服他们 你看他们讲 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都有 第三样是什么呢 能量 物质 信息 近代科学家讲的 这跟大臣阿赖耶里面 三细相很相同 阿赖耶的夜相 就是能量 阿赖耶的信相 就是信息 阿赖耶的境界相 就是物质 唯一是学家 你看他讲的宇宙之间 唯一是唯一有这三样东西 除这三样东西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些一切境界 都是这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 很难得了 那这三样东西从哪来的 科学没说到了 佛法讲到了 这三样东西是自信变现的 自信是本体 阿 怎么会变出来的呢 这个变是个波动现象 阿 这也被现在科学家了 发现了 阿 宇宙之间 所有一词万事万事万事万物 都是波动现象 阿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是波动频率不一样 阿 所以他变现的物质就不相同了 佛在三千年前把宇宙真相宣布了 他怎么知道的 他比科学家知道的还清楚 还要详细 什么原因 科学家是从数学 数理 推论到底 然后用科学的工具 方法把它证实 让我们知道了 那佛没有用数学 也没有科学工具 他怎么知道的 知道的那么清楚 超过科学家太多太多了 什么原因 佛菩萨是轻眼看到的 这个厉害啊 轻眼看到的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他能看得到的 他用清净心看到的 他用平等心看到的 他用圆满九星看到的 所以佛说了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 只是现在我们起心动念 分别止住 这叫烦恼 把我们的本能 障碍住了 所以佛家的修行 修什么 禅定 八万四千法门 统统修禅定 如果离开禅定 这就不是佛法 我们念佛法门 是不是修禅定 是的 全都是修禅定 这是方法不一样 这个定功的前身不像头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不要很深的定 就看到了 尤其是 欲戒 欲戒六层天 包括下面的 出生恶鬼地 这叫欲戒 欲戒有小小的定功 就看到了 这个小小的定功 华严经上讲的 粗性位的菩萨 好像佛教小学一年级 小臣虚头还古 他就有能力见到了 虽然见到 他出不去 这什么原因呢 他定功不够 他才等一点小小 清静心 恢复 两种能力 佛讲我们的本能有六种 叫六通 六种神通 人人都有 一点都不稀奇 只要你把障碍去掉 这个能力就恢复了 去掉什么障碍呢 这障碍的确是 不是很大的 小臣虚头还所正的 粗苦 他把 无类的见惑 就是错误的见解 放下了 那这修行呢 修正呢 修正确的看法 正确看法 第一个 神不是我 我说对一般人很难啊 神不是我啊 神是什么呢 神像衣服一样 我所有的 是我的一个工具 他不是我 你要了解这个 这个死是真相 不再执着神生活了 第二个呢 把边界放下 边界我们将对立 这是 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 我们再不跟人对立 无论是亲人 是仇人 冤亲债主 不对立 自他不二 不对立 再把成见放下 成见人自以为是 这个观念也放下 错误的 再放下一切错误的 观念 你能把这一部分 修正过来 修行呢 修正过来 你就正确的顽固 你的六种能力 就恢复两种 这两种 第一个天眼 第二个天耳 别人看不到东西 你能看到 什么原因呢 你突破了 一部分空间维持 我们一般人 只能看到三维空间 你能看到四维 看到五维 看到六维 自然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空间维持 从哪里来的 是从妄想分别 直这里就变现出来 你只要把妄想分别 执着减轻 放下一部分 它就突破一部分 空间维持 科学家告诉我 从理论讲的时候 它是没有 没有数量的 无量无边 所以只要你能够突破 科学家不知道 空间维持怎么来的 佛知道 是从妄想分别 执着变现出来 如果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放下了 这个空间维持 全部打破 全部打破之后 你的这个能力就大了 你眼睛 睁开眼睛 你能看到 变法界续空间 不需要用望远镜 这些科学仪器 统统不需要用 你能看到 其他的星球 看到星球 就还看到我们 面对面一样 那么清楚 其他星球里面 距离我们 无限的遥远 他们在那里 什么是一人生 我这听得清楚 是有这种能力 本能 我们在还原观传 讲到的 他有三种周边 第一个 念头一起 周边发现 第二个 出生无尽 第三个 寒荣空游 这种能力 还得了吗 不可思议 不需要用任何仪器 所以佛没有变地 就是把妄想分别 执着通通放下 和他讲 通通断掉了 他的能力 完全恢复了 所以他所讲的 都是限量紧接 亲眼所看 亲耳所听 那当然真实 不是推测 不是妄想 而且佛告诉我 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只要我们肯放下 我们就恢复了 所以这是科学 科学试验呢 你试试看 你放下放下看看 你放下 试试看 这能力真的恢复了 这不就证明是真的 不是假的吗 反复 反复日常生活 生活在哪里 心浮气躁 心浮气躁是怎么造成的 妄想分别 执着造成的 只要有这些东西 你自信里面的智慧 得相 完全不能现前 所以现前 现前是扭曲的现象 烦恼现前 灾难现前 就这么回事 修行最高指导原则 要知道 那么静宗修行 就是四中念佛 四中念佛 有难 有义 所以难义差别很大 前身 好像不一样 其实 利斯巴尔 前身相接 前中有身 身中有钱 这都是四世真相 而这个四世真相 在此地 虽然是将我们念佛功夫 其实 八万四千法门 乃至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统统用得上 就是这个道理 若是语言人看来 乘明漫活道明 乘明就是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道庙是什么呢 道庙是新的 乘明很浅 人人都会念 三岁小孩都会念 南无阿弥陀佛 那个道庙 道庙是大车大物 明星见星 证明 老实念这一句佛号 念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成佛了 你就得到最高 最圆满的成就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念了一辈子 念了几十年 还离不开烦恼 那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不会念 你不了解念佛的道理 你不懂得念佛的方法 所以你厚不了道明佛 如果你会念 你懂得道理 懂得理论 懂得方法 那念佛这个受用 就不可思议了 这一部经典上 就是告诉我们 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 只要你一通 整个佛法就通了 不但佛法通了 事出事件 一切法全通了 为什么呢 不利自信 只要明信进行 你就全通了 你全都明白了 阿 祢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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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